那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是引领人类和世界进步的大趋势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更是紧抓这个势头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发展这块领域的 尤其针对人工智能AI的研发 数据说2017年中国的AI人工智能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237亿人民币 那比起2016年就增加了67% 预计在整体国家政策的辅佐之下 接下来的几年还会继续猛爆式的成长 那这个是中国崛起的起点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8年的政府公诉报告当中 就呼吁中国的各领域加强发展人工智能 用新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 逐步的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愿景 那在政策的辅佐之下 中国的AI发展正由上而下的动起来了 北京新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今年已经83岁的张布教授是这么形容的 他说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就像是先结婚才谈恋爱 那中国呢是在一边开发一边认识跟探索这位伴侣的 中国的AI发展虽然起步比美国来得晚 但是这一波科技革新力量 恐怕会是中国跳跃式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科技霸主的一张弹床 悟空悟空 我是谁 爸爸 我当然认识你了 叮咚叮咚 大鹏展示 没问题 我是只能管家找Q 马上直行 打喷嚏 看我多厉害 是啦悟空你最厉害 深圳南山区汇聚AI人工智能研发企业 五国媒体团然到访这家机器人开发公司时 就为这些曾经创下最多同步跳舞世界纪录的机器人 斗得很乐 服务型机器人 透过精致的机械关节 可翻 可走 可左勾拳 还可以右旋踢 逼真模拟人类肢体动作 要考一考这颗人工脑袋也是小菜一碟 全温如下 白日一山进 黄河入海流 类似苹果Siri的角色 打工夫啊 他们身上配有高精准度的语音和人脸辨识系统 瞧我的 国际机器人联盟预测 2016到2019年之间 全球服务型机器人累积销售额将突破223亿美元 其中又以有教育陪伴阅读功能的机器人 最受产业关注 悟空悟空 陪我一起读书吧 你好啊 我最喜欢为你读书啦 这时悟空头上的摄影镜头开始扫描 用云端辨识图书 求生培养系列 是谁弄脏了我的话 这么多不开心的事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我要爆发 爆发 爆发 每一页内容 每一行文字都可以精准判断 好的 下次再找我读书吧 还不止这样 悟空不止有个性 我读书去 我读书去 哎呀 好烦啊 还很会撩妹嘞 我喜欢你 分行 我有个超能力 超喜欢你吗 谢谢 谢谢 甚至 悟空悟空 记得我是爸爸 记者的脸部被扫描之后 悟空就认得 爸爸 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 爸爸 我当然认识你了 有了技术 更要懂得包装外销 中国智慧家电不仅提供内需 更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扫地机器人龙头品牌前来我国开疆辟土 抢攻中产阶级市场 加入智能科技的机器人 除了能够扫地拖地 还能够透过顶上的红外线感测器自动扫描 记住一家空间 很简单 一切只要用APP就能遥控 所以有时候像这种 我们可能觉得桌子那种地方很容易碰撞的时候 我们就画这个地方把它列为是一个禁区 那机器它跑到那边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转向 中国高端技术品牌要上国际 现在在美国网络销售通路排第一 欧盟地区排老二 市场经历把成就归功于当年改革开放 愿意前进中国的外资技术 让中国人打开眼界 才能够累积今时今日跳跃式成长的爆发力 从20年前或者从15年前 其实中国比较家喻户晓的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世界工厂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 中国的整个的产业 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生产的优势 那随着中国这几年 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其实就很好的把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积累 和互联网的很好的联系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力量变成了一个 可以和一些海外的大公司去抗衡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体系 从机器人模仿人类的趣味性 以及为原生智能技术包装行销 可以看见中国近十年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起步的慢 但现在却投入国家级政策力量来辅佐打造 势必要在最短时间内 让中国跃升成为可以跟美国较劲的世界AI强国 让云计算 机器深度学习 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生活 希望大家今天玩得愉快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